來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這場比賽是大約2000分左右的比賽 那我覺得挺有趣喔 這兩個文明都是步兵文明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日本人這個文明人在阿拉伯的一個經濟加成 就只有這個伐木場跟模仿還有採礦地 有這個木材截免 那這個截免效果呢 可以讓他在前面提倒多下一點農田 可以省下150木頭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但是只有這個前期的加成而已 後期就需要靠自己農了 那日本人最強大的還是他的步兵 步兵根據銀頭司機 只要有研發科技的話 就可以增加33%攻速加成 那步兵則是封建時代開始就有了 所以日本人在阿拉伯這個地圖來說 打這個黑棒棒 三棒棒轉裝甲步兵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日本人也可以打這個強弩 也有拇指環 後期的步兵加 攻兵喔 算是他一個後期的強勢組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硬家人 那硬家人的話 他最大的特色是 出這個食物的單位 有這個食物減免喔 例如這個棒棒啊 投石手 槍隊長 戰毛兵 之類的喔 或是老鷹喔 都會有這個食物減免的效果 所以讓他在後面有濃淺的情況下 很容易用這個大量的垃圾兵喔 或是食物兵去跟對方換 很容易換得贏對手 因為對手很容易經不起消耗 很容易就算只打戰毛兵戶丟 硬家也是往往可以打出一些 食物上的優勢出來 那硬家人的經濟加成並不多 所以需要靠自己的3TC開弄 拿出一些經濟正常之後 再去用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打出他的後期優勢喔 那硬家人 尤其是拿美洲文明的關係喔 也沒有火槍跟火炮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很容易被對方的火炮給壓制住 所以硬家人我會比較推薦喔 上帝龍出席異波 或是城堡時代老鷹堡 都是比較適合硬家的策略喔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怎麼打吧 那硬家這邊是打了三棒棒 三棒棒已經按了下去 那這邊是打三棒棒的話 硬家人上封建時代會稍微偏晚一點 那優勢之處呢 就是可以利用這三棒棒 讓日本這邊要被迫防守 那這邊是選擇了最後是打兩棒棒 不想讓自己上太晚的封建時代 那兩棒棒跟三棒棒的差別喔 這差別在於喔 這個兩棒棒的殺傷力喔 並沒有這麼強大 因為你兩棒棒加一隻刺頭 其實是三隻單位喔 但是三棒棒的好處是可以試死情況的 去轉出裝甲步兵來喔 甚至遇到比較菜的對手 可能可以直接刪裝甲 秒殺對手 是有可能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兩棒棒直接開打 這裡一村看來是逃不掉 剩下村民都直接先優先打刺頭 OK這邊刺頭先打得非常正確 這邊刺頭跑得比較快喔 是比較難處理的 那目前硬家拿到了一村的優勢 好那這邊棒棒再回頭打 那硬家這個打法呢 其實很適合黑跳成這個戰術的 他村民按到了22P 那其實再端個幾P喔 是可以直接點到這個城堡時代的 那由於這是阿拉伯的關係 地形也不夠好 如果要打黑跳成的話 阿拉伯的地形要很好 盡可能的小微可以守住的情況下 才可以打這個可以跳成 那由於硬家這邊地形不允許的關係喔 所以上到封建時代還是會轉一些工兵出來 轉一些戰毛兵阿 或是轉一些老鷹出來防守 會比較適合他現在的這個處境 劇本的木頭還算是正常 九個人挖木 兩隻工兵一先行出來射掉老鷹 兩隻棒棒也是殘血逃跑 應該沒辦法做到更多事情啦 那剩下的棒棒 可以用下的用處就是去空圖 不管你是要去看一下 對方資源點有沒有採礦阿 或是要去做一些生物的戰兆也可以喔 但沒什麼太大意義喔 因為你一隻棒棒要戰兆想要收到對方的生旅是有點困難的 反正是有可能被招走的 所以我比較建議就是把它放到一些重要資源點喔 人家的附金阿附死阿這種地區阿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那硬家人這邊出了兵 是出了工兵而不是戰毛兵阿 那第一時間點這個時間可能會有點被壓制住 所以這邊是先行把金礦弓給收回村民裡 待會可能要再補一些毛兵喔 才能再出門喔 不然這邊工兵是很有可能打輸的 那盡可能自己要立於不敗之地喔 再出門喔 這就是孫子兵法的其中一條 自己不敗才要出門打 不然你一隻只有55開的情況 是很難長期拿下勝利的 好那日本人這邊是也選擇了工兵開 那目前是單射箭場 並沒有雙射箭 那目前對方有出毛病的情況下 但也沒有太多 大概可以換到一些單位 好那我覺得硬家這邊交換並不差喔 還能接受 那日本這邊只剩八隻工兵 即將來到了城堡賽 這邊補下更多挖金礦的村民喔 補到了十隻村民 那如果他是要打雙射箭場的話 這樣補是可以的 OK 剛講完你就補射箭場 好那點下城堡賽之後 雙射箭場 那如果還要點什麼化學 不是點化學 點這個彈道學阿 或是其他工兵科技的話 強弩阿 不是強弩阿 那個弩兵阿 或是三射箭場 情況下 可能要補到第十三個村民 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是等到城堡賽之後的事情 那目前雙射箭場的話 其實八斤就夠了 十三斤的話其實是會有點多 但十三斤的好處就是 你要補其他科技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你可以雙射箭場不斷工兵之外 可以點下二級射 二級工兵鎧甲 還有這個彈道學 壓力就會比較小一些些了 那甚至你要出個投資車去砸對方 也比較不會這種黃金上的困難之處 這邊工兵直接到對手硬家家裡 點下了奴兵的升級還有二級射 這邊射到了一村 還可以接受 但自己只剩兩隻工兵 三隻有點小虧 家裡的工兵全部都被毛兵給打死了 這邊要不要下個馬舊呢 出個騎士去反制一下 這邊是硬生生使用村民去硬打 這樣對於日本人會有點虧 這就是兩千分的一個低分段的一個弱點 就是遇到毛兵 不去按這個馬舊 硬要出工兵去打 就會有點虧 這邊老鷹直接上前硬戳直接換掉 二防老鷹直接壓制住 沒有問題 你看這邊村民被消耗掉非常多血量 這個就不太優 最後還是要補一個馬舊 早出不出還不如馬上出 對不對 但是這邊是優先點下了大學跟彈道學 想要盡可能把自己的工兵優勢打好 但是對方硬家出了投資車這邊砸一發 直接殘血 後面的老鷹也會跟著補過來 這邊就要思考 日本要不要繼續打工兵這件事情 繼續打工兵是相當危險的 硬家人這邊打這個老鷹配投車的組合 是很害怕騎士單位的 這邊想要直接抓掉還差一刀沒有砍掉 也可惜 再上去追一下 衝下衝下 右邊右邊 對右邊 一刀 砍掉 OK 雖然損失了一隻騎士 但這個交換還算值得 好 第二台投資車補了過來 這邊來看一下 硬家會怎麼打 好 這邊先想要先把對方的騎士給收掉 那這邊也是由老鷹想要上前追逐 但目前工兵使用自己的拉扯打法 打帶跑 測了一下老鷹的血量 好 這隻騎士殘血的跑掉還可以 好 這邊再一次嘗試上前硬砍對方的投資車 但投資車依舊在老鷹的保護下還是擋住了 那硬家這邊打老鷹爆也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打老鷹爆會有點太吃金礦了 而且 在賭這個強軍士一波打下去了 那他這邊有投資T4的情況下 打一波其實 沒那麼著急 可以再緩一緩 就是這一波不用打這麼極致 那日本人看到對方的公司有減緩 也開始下自己的TC 那這裡也算是很好的觀念 就是你要確認自己要 自己不會被一波帶走時候 才可以開TC 但日本人看到這麼多老鷹應該心裡有底 哇靠好這麼多的老鷹 這會有點難打 所以待會他應該會補下更多的軍事單位 像騎士啊 或者是 這個雙手劍兵升級 都有可能 不是雙手劍兵 這個長劍兵 但日本這邊是選擇 再蓋下第三座TC喔 然後把兵都放在家裡防守 這坨公兵想要直接去 硬家家裡 讓對方硬家的老硬回家防守 那我就要看日本這邊的軌跡能不能成功 那硬家這邊最好的打法 就是繼續往前不撤退 然後家裡用投資車奴化我來解這坨 日本的攻兵是最好的 這邊招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欸 差一點 最後一下沒招到 這邊有兩隻騎士想要過來打 奴炮跟投車 但發現一台奴炮跟投車都沒有在家裡 結果後面還是走出了一台 沒有第一時間抓掉 算日本有點小虧 這邊日本還是拉了兩隻騎士想要去硬解 投資車投資車的血量被降到剩下一點點 剩10滴血 但已經就沒有解掉 騎士直接被招走了 好 這邊奴兵果然又被投車拍了一下 兩台 不是兩台 兩批騎士 路過了投資車的旁邊 哇 結果也沒硬打 騎士也沒跟投資車硬打 哇 日本這邊操作有點 失去了 控制 這個控制有點控制不太好 但投資車這邊前線順利收掉了一台 家裡的投資車也沒有被解掉 這個鷹家防守做得還蠻死者 日本控兵有點控不太過來 所以就是我們唱太看這些頂尖高手 控得好 就覺得是理所當然 但其實這個才是 真正一般玩家才會出現的畫面 就是很容易 投車控不好 控兵一直送 勞鷹瘋狂亂� 所以南美洲文明其實蠻適合新手去玩的 因為這個勞鷹造價便宜 而且容易喊贏對手 而且 自己也可以出三流 去招對方騎士 那如果是騎士對打的情況下 這個勞鷹要優先點二防 二攻 二防的話是對方出弩變的情況下 才要去先點的 好 這邊偷著車可以繼續炸 所以南美洲文明其實蠻適合新手去玩的 因為這個勞鷹造價便宜 而且容易喊贏對手 而且 自己也可以出三流 去招對方騎士 那如果是騎士對打的情況下 這個勞鷹要優先點二防 二攻 二防的話是對方出弩變的情況下 才要去先點的 好 這邊投車可以繼續炸 看能不能炸掉一個TC喔 能炸掉一個TC就算硬加贏了 這邊硬加四兩TC打三TC 日本這邊有挖石頭 可以蓋下地洞城堡 這個城堡的位置 可以考慮蓋這個TC的中間 可以守住TC被射的危險 那他一定要在這邊炸才可以 好 這邊三隻騎士在後面直接硬拆 拆得還不錯 但這隻騎士可能跑不掉了 OK 果然被招響掉 這隻勝率已經架子連城 已經招兩隻騎士了 好 後方的工兵繼續輸出 射掉了一些老鷹 但老鷹數量由於太多 看來這一波應該是逃不掉了 好 這兩隻老鷹想要再度上前 但只有一隻勝率勝率前 那隻有十滴 一先聲音拿掉 好 射掉這隻 唉唷 這個投車打到一發大丸的 還是倒了一堆工兵 唉唷 第二發又砸到 但鷹家這邊老鷹數量 其實可以直接往裡面爆老鷹的 但他這邊有點 有點太害怕 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麼 是我就直接進去裡面飛了 他有點太害怕的對手 可能就會裡面藏很多騎士 但其實裡面 騎士數量只有三隻 到這個時間點 老鷹進去裡面打了一波 是很賺的 那只要城堡一蓋好 鷹家這邊老鷹飛進去的優勢 就會變成零了 幾乎沒有優勢了 反而會變劣勢 所以鷹家看到這邊城堡蓋起來之後 應該也不會想要衝進去打一波了吧 對方還有這個彈道水二級射的情況下 城堡殺傷力更加有感 好 那日本人這邊一蓋好城堡之後 馬上按下日本武士 老鷹這邊飛進來 這時候進來就很尷尬 你剛剛不早點進來 現在才進來 就會變得有點微妙 那鷹家這邊強軍是 還是想要繼續打 3TC補下金礦處的 野金的旁邊 好 這邊有少量的老鷹飛了進來 日本武士在後面偷砍 看老鷹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砍爆了老鷹 老鷹這邊有點難受 第二坨老鷹也跟了過來 但是工兵加上城堡的火力交叉 後面還有少量的日本武士在做追趕 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是可以靠了TC跟雙TC的射箭 還有少量的日本武士 跟一坨弩兵的攻擊力 全部收到這些老鷹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鷹家這邊確實也沒想要控的意思 基本上也送光了 沒打到多少傷害 鷹家這邊根本是血潰 他的強軍事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日本武士繼續再出 這邊可能要撤退了 鷹家發現自己的大軍已經全部被消滅掉 日本則是蓋下第二棟城堡的家營的位置 蓋的位置還是相當保守的 如果說想要蓋這個高地 這邊頭子車砸了一些日本武士 效果還不錯 日本武士想要硬追頭子車 其實有點硬要了 但硬要的結果就是一台頭車都拿不下 老鷹也是吃爽爽 那鷹家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老鷹 過來前線資源 但也沒補太多 這邊開始有點轉經濟 日本人這邊補下第四個TC 第五個 哇靠你也太濃了 像日本這種5TC CANON我是不太建議 但日本人覺得他這邊打贏一波大碗的老鷹之外 對方的兵也沒剩多少 自己有偷經濟的本事 所以才點下這個第五TC 那我不是不太建議像日本這樣打 建議4TC 農上去就好了 趕快農到地龍斯袋 可以應付對方3TC 看我上帝王巨頭開拆架的一個問題 這邊弓兵應該是跑掉了 被對方的硬家 老鷹直接抓光 可以再稍微加速一下 日本武士直接衝得出來 這邊是想要去哪呢 二級防也點下 護衛技術也補下 這邊吃了一發頭車傷害 直接打倒一堆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的數量只剩下兩三隻 直接被城堡射光 日本人兩邊都在嚇水腳 硬家這邊傳出了自己的特殊單位 投資手 投資手打了步兵單位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這場對決 硬家還是處於上風之處的 而且接下來再出一些槍隊長配投資手 就算日本轉出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劍兵有事 或是其他單位 打硬家的話 硬家還算是稍微還是有些優勢的 這邊日本出奇事 槍隊長出來也是很難打 還好硬家這裡還沒有城堡 可以出這個槍隊長想要來應對 反正是選擇要出斗力來打 他想要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 投死手上跟這個僧侶上 所以導致現在沒有正面部隊 可以扛下這些騎士 但日本的騎士也沒有很強 雖然有二攻二防 但是也有品種 但是沒有這個三防的關係 也沒有遊俠可以用 所以日本的騎士到地龍時代 是有點廢的 盡量不要到地龍時代打騎士 城堡時代打一下還可以接受 好 地龍時代就要想一下了 好 硬家人這邊 轉出了化學 地龍時代已經攀上去 日本後續要怎麼打呢 就是打肉馬 然後轉出了首推車 哇 這個看似是沒有想要上 地龍時代的意思啊 好 少量的騎士 在後面抓了贏家的村民 村民處現在是日本122村 對上96村 村民處非常的優勢 那 日本這邊打法算是比較正常一點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好 騎士出 我覺得出的不是很值得 但轉肉馬來打 我覺得有點微妙 雖然這是為了要針對 投石手跟投石車 還有僧侶的一個作戰方式 也不能說太差 當然他這個打法 其實有更好的選擇 就用一些少量肉 轉一些弓兵 可能會更適當一點 但這邊日本人很順利的 可以點到地龍時代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但我個人不太喜歡這個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會耗費太多肉 很容易讓硬家直接一波反打回去 那硬家這邊做的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投石手出的太多 反而槍隊長沒按幾支 這就是他這個缺陷 如果他這邊投石手出這麼多的情況下 又按了幾支槍隊長 這邊前要肯定是相當舒服的 一定不會有任何問題 那這邊清洗兵確實阻撓到日本這邊 贏家這邊進攻的時間點 所以日本這波清洗兵操作 算是打得可以接受 好 日本 地龍時代點一下之後 繼續爆這個清洗兵 清洗兵這邊藏到甜頭 想要再來一把 那日本的塔弓也是非常強悍的 那待一會就要來看 日本能不能再繼續打這個 大型劍塔的戰術 然後點一下銀貫技術之後呢 日本的這個劍塔 會多出一發箭死 我記得是兩發 但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只多出一發 就是兩支箭死 就感覺破爛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 實測看起來是這樣子 還是這是BUG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好 投資手直接硬投村民 村民直接倒得非常快速 OK 倒了三支 四支 投資手傷害現在很猛 有拇指環之後會更誇張 但以前投資手是吃不到拇指環 那最近的大改版 有讓這個投資手吃到拇指環 殺步兵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現在日本轉步兵的話 會很虧喔 雖然日本的步兵攻擊速度相當快速 可以打這個老鷹啊 或是槍隊長 或是這個重裝長槍兵 用自己的劍兵勇士打 或是日本武士打都很快 但遇到投資手的情況下是非常難受的 這邊硬家打的算是有點保守 這邊這邊拆掉了一座TC 給你一座城堡 第二座TC也要開始來拆了 目前日本正面應戰的可行度是偏低的 大家這邊想要多打一點遊擊 但目前地圖的野礦部分 都是被硬家的城堡 都給佔據住了 家裡城堡不多 可以盡可能把這個清洗兵 往對方架一送施好的選擇 日本這樣打 確實打出一些傷害 但正面應戰的突襲 還是依舊擋不住的 這邊點下精銳日本武士的升級 看起來是想要打日本武士的路線 但打日本武士的話 這個投資手解決不了的話 日本武士也是白身的 所以像日本的想法 是用清洗兵去包後面的投資手 然後日本武士往前衝鋒的概念 然後利用清洗兵繼續後面抓村民 三攻一號 打村民傷害又變得更高了一些 效果更好了 硬家的村民已經來到剩下93隻 但日本的村民術還有120村 村民術目前還是快領先30村的地步 但硬家正面點下了疾病的升級 好 三級奧義騎兵之後呢 戳這個清洗兵效果非常好 好 但是日本武士遇到投資手 還是直接蒸發 三級仿向點下有用嗎 少量日本武士直接過來 但是又直接原地倒地 有拇指環的投資手就是OP啊 好 這邊補下更多的日本武士 但是日本卻打出了GG 硬家這邊果然啊 投資手是太針對日本武士了 那如果我覺得硬家這邊 可以再出一點強隊長會更好 那我覺得他打有點太保守 那我覺得日本人也確實有點太硬要了 他這邊只要配日本武士加上這個 不要說日本武士啊 只要配這個清騎兵喔 加上強弩喔 他這個組合是很好打的 人家急兵上來強弩射光喔 然後日本武士或者是騎兵喔 在後面防守 對方勞鷹或是強隊長硬上喔 日本武士加上這個清騎兵喔 就可以直接去扛這個正面喔 大多數時候可以用這個 戰毛兵啊 或者是強弩啊 去跟對方做一個對射 其實是個比較好的選擇喔 這就是玩日本常常進入到的誤區喔 就會認為說一定要用這個清騎兵啊 去招後面的投資手 然後再用日本武士去解圍喔 全部走個進攻路線喔 當然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還是要出一點戰毛兵喔 配強弩會比較適合現在的打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沒意外的話 日本這邊是會領先一些些 畢竟村民是比較多的喔 那黃金樹這邊是贏了一些啊 贏家啦 因為贏家中間城堡時代也有爆這個老鷹喔 所以黃金挖的多一點點 但也沒多多少 實質上喔 是日本這邊經濟還是比較好的喔 那沒有辦法 日本這邊搭配兵種出現了很大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導致他這邊解不掉距離投資機之外呢 城堡也會是連環爆 而且正面的部隊也解不掉 讓日本人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喔 還是打出了GG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advers資金